然后 然后呢在这里面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一下fetch 这个fetch怎么用 好吧 fetch fetch刚才我们说了 你看又大发了 fetch我们说了 它又有两次 第一次呢 是 头返回 知道 status 的情况 那么第二次呢 是数据返回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这里边 去看一下第一次 头返回的时候 错误是什么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打fetch fetch后面这一块 这直接给出来你要的那个东西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你看public这里面我已经预存了一个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王校长张三里四 然后这是一个其实这肯定是个jason好吧 然后呢我们在 然后呢我们在 不对 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去拿它public 拿public以后后面呢 我们首先给一个exist 零 这个是不存在的哈 我们就想抓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然后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反应 好吧 然后这是den 这个den在这运行的时候会怎么样 den只要见到den的这个函数 应该就是两种可能 对吧 两个函数 前面这函数它成功了 什么情况 后面这函数它失败了 什么情况 对吧 那么而且den运行完了以后 返回一个promise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返回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写一个res res是它返回的东西 然后这儿有一个大括号 这个大括号呢 我们一打回车回过来 这儿呢 第二个还没有 所以我们一会记着这儿缺点东西哈 首先呢 在这儿我们打一个console 点log 我们在这儿先告诉他网络成功吧 然后呢 在这儿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console点log 我们把这个res打一下 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可以吧 这个OK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做完了以后的话呢 底下呢 我们会提示 如果它错了的话怎么办 我们给它是一个er 等于大约号 那么这时呢 我们也有一个整个的操作 操作完了以后 这个点回去 那么这是console点log 叫做网络失败 网络失败的话 那么底下这个 这个我们就啥都不干了 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是啥情况 404 你会看到 它这报了一个404 但是它会告诉你网络成功 然后网络成功的话 这打印出来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 它OK是fails 然后是status404 看到了吗 所以即使你访问了 这个你们要记住一点 就即使你们访问了一个错误的东西 网络是成功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网络本身这个东西是成功的 成功了以后 然后它会告诉你 res是失败的 res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在这可以去 整个 你其实可以在这判断一下 就是if 我们让 OK 让得到什么 从res里来 然后在这 我们可以if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OK是true的话 那么console.log 我们说接收成功 诶 否则 我们console.log 接收失败 OK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看看 所以你会看到 它的状态是网络成功 但是接收失败 而且如果接收失败的话 那事实上来讲 底下 就是而且底下是这样 它接收失败 可以出错 而且它如果接收成功的话 那么我们试图需要去pass它 在这的时候 我们会调用一个东西 其实来讲 我们可以 调用它点json 也就是说 我们试图拿json去pass它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你对于res这个东西 如果你调用它的点json 这是res返回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调用它的点json的时候 这时你调用它这个点json 它去pass的过程 也是一个异步的 所以如果它的pass过程 也是一个异步的话 我们正常可以这样写 它这个函数返回的 也是一个down json json 是使用 json json 格式 pass parse 或者用解析 用json 用json 格式 解析数据 然后也是一步 或者说也是返回promise 如果它返回promise的话 那事实上在这要怎么办 还要down对吗 那它的down的话 就是又是两个函数 成功了怎么办 失败了怎么办 那么它里面呢 就如果成功了 它给你个data 然后这个呢 你里面给个函数 你去处理它 那这个来讲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写个console.log 括号 这个东西是啥 我们叫 我们把data打出来 当然它可能 也可能pass失败 它pass失败的话 我们在这写 那就是一二 等于 也是一个大括号 然后把函数题写在这 就是console.log 好 这个地方是什么 解析失败 对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肯定是解析失败 这不用说 好 接收失败 就是成功 网络成功 接收失败 解析失败 那么还有一点 其实来讲 我并没有用到 上面这个ok 所以其实这个ok 平时如果你不需要 那什么的话 这个ok是不需要的 也就是你上来以后 就先fetch 然后done 成功了怎么办 失败了怎么办 然后在这里边 只要res返回 就直接拿点jason 去找他 反正大不了 如果他接收失败的话 他这也会报错 那么他也会漏到 这个解析失败里面去 就是说 你找不到文件 和找到文件里面 格式不对 我都认为是错的 你找不到文件 就是给我返回过空吗 道理一样吗 这没区别吗 对吧 反正我都没地方下嘴 好 那他变成这样了 那么他变成这样以后 那么事实上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链式的 因为这样写完了以后 他就会产生 急连一级一级的 这样下去 就是如果你一个凳 里面是第二个凳 这里面如果再解析 再出现会有 当然这现在是没有 他会出现更多的凳 这个其实是不OK的一个行为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考到这来 那么如果你考到这来 你记住 这个括号是谁 是上一个凳的结束 对吗 那么如果是这么写的话 我要干嘛呢 我必须得return 这个res.json 对吗 因为他返回的是个promise 他返回promise以后 那么我就干嘛 我就在这直接返回他 turn 然后把这个 我们就注视掉了 也就是原先在这里边做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挪到外边了 挪到外边了 以后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他整个代码显得连续了 至少在一层只是看着优雅一点 这个好在哪去呢 这个你们自己分析 好吧 到这还是解析失败 好 那我到这来难道是看解析失败的吗 好 那我们来一个解析成功的版本 那么这一行呢 我并不删除它 我把它改一下 好 现在这个解析出来了 开了吗 这个东西就已经出来了 王校长张三李四 什么烂七八糟 好 那么这个呢 例子呢 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事实上在这里面解析 烂七八糟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的这个 用Den 那有些东西其实来讲 不是特别喜欢用Den这种办法 这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Promise和Den 以及Fetch的使用办法 我们就知道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